花林新一会第十九届第八次定期大会 即将在十月三号到十一月一号召开 秘书长陈德惠表示 新一员会进行宪政总咨询来为宪明发声 同时也要审查明年度的总预算 另外针对七月二十八号召开第十九届第二十二次临时会 最佳十二亿七十一万九千元和一百一十二年度总预算 一亿三千两百一十七万元预算被保留一案 也会利用定期大会一并处理 十月三号的花林新一会第十九届第八次定期大会 为期间月到十一月一号即将召开 花林新一会也召开期日会来向大家宣布 尤其在刚刚市长提到 这也是我们本届的最后一次定期大会 也希望一员跟我们同仁之间 可以提供媒体先进门最好的最完善的最完整的资料 那我想也可以让民众能够了解 那在亿主最高殿堂 花林县的亿主最高殿堂 那一眼的监督宣证到底进行是怎么样 第一次有县府的最佳预算的部分 那当时是有请说请县府很够 县长很够带团来做说明 那后来因为县长有点议 还有种种的议题 并没有到董会来说明 但是在这一次的定期大会里面 那我们会把当初县府所送的相关议案 包括一些提案 不管是法规上的提案 说县府的追加案 还有一些垫付案 我们会做综合的研判 那这个东西并不需要在经过本会的程序委员会再审议 那直接是大会再来做这个封函的检讨 那哪一些有关民生重要议题 我们会优先来 也是在这一次大会来审议 那如果来不及的 也会在盐会里面 也会推荐比较优先的项目先行审议 那大家比较没有争议 正在7月28号第49节第22次 临时大会的追加检议算在审部分 也会利用定期大会的进行审议 如果还是没有共识 11月初也会加开临时会来进行审查 这是第49节的先议员们 最后一次的宪政总咨询 大家会把握自己保贵的时间 来为民众发声 记得继续黄色味道